現在來看N7 先覺得先坐它椅子的感覺 跟我現在開N7的感覺 它包覆力其實是很夠的 就是說這椅子坐起來其實是很舒服的 然後啊 這方向盤的質感跟方向盤的大小 它現在是流行坐這種比較粗的嗎 對 應該說就是說目前新世代的車 它的握桿都希望比較小一點 然後它的握桿會比較紮實一點 所以紮實一點的感覺 對 發現因為這台車其實它已經是亮 就是真的的車子 然後它電動車我們都已經上電了 那雖然我們現在是因應用工程模式把它 就是動掉一些東西而已 不然的話其實 我一踩它是會衝的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其實它是上電 我們才能夠讓你送這些 測試這些東西 OKOK 因為電動車我們 像我們自己在測試開發的時候 也會 就是有時候會誤作動 就是我所謂誤作動是說 啊我們忘記油車的感覺 我以為它沒有在動 可是事實上我們已經上電了 那有時候那個 所以現在踩它真的會往前衝就對了 這台車是具備這樣的能力 只是說我們有用工程模式把它 把它off掉就對了 把它off掉 但是還是以防萬一 我不要去踩到那個東西就對了 不要去踩到油門啊這樣 好 因為畢竟工程模式它是一個比較不Stable的 應該是說對現在大家已經開款油車 你覺得電動車在使用上 有什麼不大一樣的概念 譬如說不大一樣的概念 譬如說第一可能 如果說就駕駛感來說好了 第一來說 你上車你會不知道 我直覺的感覺 你會完全不知道它是不是 有沒有動 已經發動了 隱形有沒有發動 有沒有隱形的感覺 但是當你習慣它之後 你會發現你回不了油車 因為它太安靜 很舒服 這是它的直覺上的感受 那長期的使用上來說 目前我們在測試 還有譬如說 收集一些消費者 使用習慣來說的話 最好的是 我以前可能每5千公里 1萬公里 就要再花個好幾千塊 甚至3萬塊回廠去做保養 現在通過都不用了 所以現在你們回廠 譬如說電動車是你們的概念 像特斯拉號稱 你只要4年回去一次 剩下換輪胎 這種耗材 你要不要回原廠隨便移 所以未來也是這樣的邏輯 在運作電動車 沒錯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很好奇 像一般露營模式的話 就是我車不開在那邊吹冷氣 這樣大概會耗掉幾%的電力 一晚上這樣 大概8小時 10小時這樣吹 應該是這麼說好了 這個部分的話會依照每台車不一樣 還有你時機去使用的空調的loading 不一樣 那但是一般來說的話 一個晚上下來可能都是會有個 可能如果說一直在那邊吹電的話 可能都會要消耗掉好幾%的電量 嗯嗯嗯嗯 這個實際因為我們目前也都還在工程階段 而且我們有不同的機電組合在做測試 未來上市之後是明年年底 對 明年年底 上市之後它的那個 比較會擔心的是里程焦慮 因為像我自己原來的家在屏東後 其實可能開到可能台中或是攤 你就開始要找充電站了差不多 如果是你是標準買是號稱400多公里 對 那像這樣的話 未來你們配合的充電裝或什麼 我們都要充多久 我們自己這樣考慮 我們現在目前我們在 我們開發的目標是只設定的話 嗯 快充的服務的話 希望我們的設定是10到80%的充電 就是電池當你在10%到80%的狀態 用快充的話 它必須要在半個小時內能夠充飽 我們要對自己的KPI半小時內能夠充飽 對 我們的目標是這樣設定 那那一種充電站是 特殊的那一種快充充電站 還是一般的充電站 快充的充電站 所以到時候你們會有合作的快充電站 對 我們目前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育龍集團在台灣經營這麼久的時間 我們也有自己的充電 那後座這一次聽說是 完全比較沒有辦法坐往後 就是它沒有辦法往後傾倒 這個有可能會你們再站上去買 未來會再做一些調整 但是因為目前我們現在就是在開發中的 測試車輛 它是做一個標準五座的設定 所以說沒有調整 所以它後面有馬達的嗎 呃 應該說目前這台試驗車輛 它是那個雙電機版 雙電機版 對 對 好 我們來做後座看看 那未來我們做5加2的車型的時候呢 這個椅子就是有規劃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沒有像我的小量有單獨 後面只要兩個椅子那種概念 目前還沒有這樣的規劃 我們可以收集一些意見 MPV當初它就有7人座或是6人座版 6人座就是中間是兩個人的 了解 其實我覺得大家一個盲點 因為大家太舒服了 所以那不會是你們的特色的感覺 本來是你們忽略你們自己的特色的東西 了解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練習 因為你這車的空間我認為是夠大的 了解 那像我說我們出去玩的話 大家後面兩個就還想做書 最好是能夠彈得睡 了解了解 所以像歐德斯那一個 那時候想換的時候其實是想換歐德斯 可是後來第一個 它跟MPV在N7比較起來 它沒有Turbo 所以它2.4升的自然進氣 可能會讓我覺得不夠難 不夠力 那因為我N7已經習慣了Turbo 所以我就沒有換過去 那有時候換電話想換 可是我看到後座 你們又沒出MPV版 那這板我覺得大小是剛好 但是就是後座本來是我最考量說 我們會參考一下你的意見 那這個也是我們的新的消費模式 應該說新的行銷模式就是說 我們也是希望說 以往大部分的車廠 不會在這個還在測試開發的階段 就把這個車子出來給消費 對 那我們就是希望藉由這一次 廣泛收集一些消費者的意見 但是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 因為這些車型的設定 它都有一些基本的數量 跟一些評估跟開發成本的需求 那你這個意見你怎麼會列入 就譬如說一樣 可能是那個版本是加價幾萬 因為你可能改椅子改那一些 你要讓人家有得改 因為這個對你們自主義 我相信這個你們想改什麼 都是你們一個概念就可以做的東西 對 多一個選擇我覺得 因為現在的客群對我自己在看 都是越來越屬於 個人就是有一個特定 他自己的想法主題 就像我們現在做的媒體 也都是分眾媒體 不會在大眾啦 了解 因為每一個都每一個人的毛 你知道嗎 很難擺平 對對對 因為可能我的用車序 就是我們家就是四個人 那我們也是跑屏東四個人 那我現在坐開你們的NPV 跑都很舒服 因為大家坐的也都很舒服 所以沒有感覺 然後現在朋友出一晚一定是找我的車 因為我才可以載最多人 對對對 但本來這又是跟一般房車 還是像一般房車 了解 因為我像新的車 好像他就會比較走向 他會比較像 個性化 有些少是個性化的 對對對 就像你們的那個 Model B嘛 對 然後或是說什麼 他甚至那時候 我印象你們剛才搞的就像客廳一樣 因為他是電動車 對 然後電動車 你如果說再加上露營模式的話 那露營模式就是思考 欸 好不好睡 這也是可能 像我們這台車的 他的特點就是 譬如說他後座 後座的空間 然後他是因為是電動車 他是平成化的設計 那像我們這幾天 這邊有一些消費者來 他帶他們家的小孩 就是可以直接在上面 在後座左右的走動 因為他們是可以完全站直的 就是說有一些年紀比較小的 他站起來都高度 本來是可以轉 那這是我說的啊 就是說那個使用 在車上要行走 可能還是比較危險 對啦 當然是就是說 譬如說他有時候 譬如說去露營的時候 他在車上休息啊 對啊 所以我才說 他怎麼讓他就像 譬如說我們四個人 說難第一點 如果前座可以設計 倒過去翻過來 四個人在那邊打麻將 我不知道你 超酷的 到海邊 了解 這是我們想像 就是說 這種想像是 未來蕭瑞怎麼用車 我們可能不曉得 但他自己可能會去發展 他自己的貨幣 這個我們會列入評估 只是說 因為我們也必須要去 不可諱言的去說 因為他這台車 畢竟他還是屬於 中型 就是我們所謂C segment 大概是1800 2700 還沒到大型房車 對還沒到大型的那種 MDB 空間 我們只是說 在他的設計跟開發之初 利用我們玉龍集團 這些設計車子的經驗 去把他的空間做最大化 因為我覺得很簡單 可以做到 像譬如說那個 在公外面的那個 V2 Veloz 就是那一個 我覺得應該要 V2L我們都有在列入評估 對啊 因為像你們提卡就有嘛 那像PR那個也有了嘛 就像你們現有的靜名可能就有 V2L我們都在列入評估 那因為我們就是派台灣 警察說第一部就買他自己的車 所以 就是說以後只有你們 才有辦法去邀請大家 加入這個專案 是 第一個不能 那後續我們可能 還會有一些行銷的規劃 會再公告給大家 對還有一些 因為NFT畢竟大家 還比較不了解在幹嘛 所以我們想要 帶領大家 對 雖然都可能很夯 但是大概是搞不清楚他的問題 對 因為就像說現在大家都提到車聯網 但是到底車聯網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個部分的話 還有他的一些新的創新的附加價值 我們都不斷的在積極開發 而且我一直很納悶的是 像譬如說 最早其實 我自己現在是你們那個Ludgen的第一代 MPV MPV 是最早一代的 然後那時候我印象那部車 也有電動的 對不對 我們M7其實也有電動的 對 但是它沒辦法過度來 因為我覺得現在缺一個比較大的電動車 你說說大型的 或是其實你們M7的尺碼購 它為什麼不會像歐德西那樣做呢 還是未來你們後面有可能會開發 我們後面會陸續規劃 但是因為畢竟目前台灣這樣的大型車 比較普遍 沒有那麼普遍 那因為所有任何的 車型開發 它都會需要一定的量 我的思考邏輯是說 你想看看我們現在一般家庭用車 大概就四個人 就是爸爸媽媽 現在升兩個已經很厲害了 通常升一個而已 對 所以如果讓我後座的人坐得舒服的話 其實他後座應該對像歐德西 它後面也是兩個獨立的椅子 你們有沒有這種思考邏輯過 未來我們可以列入評論 我們都有把消費者的需求列入考量 那時候M7是我們第一台 所以應該還沒有做FINALDI也有可能 還是希望自己國內的車 你能夠發展出自己的想法跟概念 然後那想法剛才可能是消費者的 因為我覺得它對你們來說 加個東西或什麼 只是可能加個價格 了解 它就可能把你選A的車 因為一般的車輛是它是什麼樣子能接受 那我們是自主研發 那應該就有可能是我加了什麼價格 你需要那價格再自己加加上去 有 我們都會做一些規格配備的差異化設定 然後呢 當然 就像說 也感謝各位對於納智傑這個品牌 就是我們台灣自主研發這個品牌的熱愛與支持 那當然經過前面的這一些 納智傑一些 有時候有一些採錯步的地方 就像那天 但是 其實我們過往做了很多的規劃 也謝謝你們的愛戴 就是說 譬如說像我們的URX 它其實有國內自己做的最大規模的車聯網 那可能因為這幾年 在我們年前執行長離開之後 那有一些氣勢比較低落 那大家比較沒有被注意到 那但是呢 未來對於這個新的N7 感謝大家的愛戴 我們都會把這些東西放進去 URX又是一個問題 所謂問題就是大家 現在都是所謂的Level 2的駕駛 你的AIDA系統 它又沒有全速 它那時候幾十公里以上才可以跟車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在N7的話 都不會了 都是Level 2以上 我就說那種概念就是 我們自己的消費長 我知道可能譬如說現在 我相信現在最新的競品對手 我本來是運用自己的充電器 就帶了一個NG 對 它的CP是最高的 對 我說如果今天裡面的那一裝執展 搞好跟NG一樣 但是我們是純電 因為它是純電 在家有兩個引擎 它120 大概120買得到 對 所以我就說 通常就會跟競爭有在做什麼 相信我們未來這個車子的話 會超越它 會有相當的競爭力 會有相當的競爭力 對 那它應該可能是大陸坐車 它有一個一定量的採購 對 所以它用的那一些東西 可能世界大廠可以把價格要到那個價錢 沒錯沒錯沒錯 那我想說我們台灣強的是這種 電動相關的車聯的這種東西 嗯 那我們這些沒有基本的造車技術的話 對 怎麼樣結合消費者的需求 這個 至少對消費者來說 它會給你們回饋 然後給你們想像 然後就像我們那時候 我印象大家的感覺就是說 嗯 你做不到不如你家家讓我做得到 了解了解 家家我認為現在消費者願意來的 那反而不會輸 是的 沒錯 今天我們也有很多來參觀的 預訂的消費者 他們就也講明了 像剛剛也有聊到一位消費者 他是之前預訂了iX 然後他說他把它看完之後 立刻把它訂單毀掉了 那就預訂了一台這個 我們就抽取 接下來這個問題 真的明年可以一萬多台都交車嗎 我們 因為目前真的是 電池這些東西 它的吊打是比較困難的 那我們都已經 就是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採用這個預訂的模式 我們希望呢 收集這些消費者的訂單 那 把這個比較明確的大的數量 先預訂好 那 那盡量的去滿足所有的 預訂的這些愛好者 那我剛剛那個問題喔 因為我本來刷卡 刷第一次以為沒過 像我刷了兩個卡成功 所以我有兩台的訂購資格 是這樣子嗎 對 目前是這樣 對 因為當然就是說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這一次這個 納智捷這些車子 它在一些基電的整合的部分呢 能夠又更快速 那因為在玉龍集團 它以往自主 納智捷滑創 我們的滑創 滑創的這個自主造車的經驗之上 然後在整合 紅台集團 它電子業的一些 電子採購整合能力 它加速了我們這些車子 後期的這些 尤其是在電子部件的 調達的速度 還有一些先進的科技的 一些先進的電子料件的採購 應該是說 MIH它的概念 是對你們來說 其實你們跟玉龍是不是合作關係 跟鴻海是合作關係 對 我們跟鴻海是合作關係 鴻海能提供一個基本的model 然後這model是可以到各個 各個品牌車廠 可以跟它採購這樣一個基本model 應該是這麼說啦 就是說我們本來的 那個滑創車店 那在經由鴻海科技的入股之後 它變成是一個鴻海集團 跟玉龍集團來合資的公司 叫洪華先進 那洪華先進它結合了 本來我們玉龍集團造車的經驗 然後再加上 鴻海集團現在新的一些電子採購 還有一些電子整合的資源 然後呢 加速了我們這台電動車的開發 所以你本來是在 在玉龍 就是納智傑這邊 對 所以你現在在洪華先進 我目前是屬於納智傑這邊 還是納智傑 所以你自己的感受 跟以前納智傑自己在研發 速度上跟獲得資源上 是多很多的感覺 在有一些比較先進的 先進的電子資源的部分 我們可以獲得比較多的協助 那所相關的引進的廠商 也會比以前來得快的可能 尤其是在一些電子的部分 OK 好 謝謝 謝謝